在前几个月的中国电动车百人会论坛上 可以说明场面频出 小鹏 笨介和百度 几何指数级的在比谁家更牛逼 和小鹏表示 我们有大模型 于成东依旧礼貌 我们改写行业 王云鹏说 对对你们牛逼 但我们就是领先一丢丢 然后隔天 袁荣启行CEO周光直接隔空开喷 L4没有任何商业模式 都是骗子 骗子 就在大佬们疯狂扯头花的时候 大江直接上桌吃饭了 捂到正主面前说 我这有价格7000多的城市高阶支架方案 主位考虑一下不 大家好 这里是海鲤汽车台 我讲了两个月大江了 没想到我又转回到车上面了吧 你们没看错 今天咱们继续聊大江 准确点说 是聊他家最近风声很大的大江车仔 就是支架那一套 目前靠着上车快 问题少 能扛能打 大江车仔不知不觉的 就坐到行业第一桌上去了 现在已经和他合作的 就有大众 武林 奇瑞 一气 东风 看目前这个情况 客户名单还得再加长 而对于这摊生意 大江还是很有信心的 他家车载业务负责人 沈少杰博士就表示 到25年 大江能提供拥有L2到L3一级的制驾方案 到时候 中国市场上会有200万辆车用上大江 这个数字是个啥概念呢 就是妥妥的第一梯队 搞不好到时候就要跟华为刚一刚 争争第一啥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在制驾领域一直不打坑声的大江 怎么一下子就支弄起来了呢 和同行相比 大江制驾的独特之处又是什么呢 还有就是 玩得转无人机的大江 为啥能玩得转自动驾驶 咱们今天就来好好聊一下 咱们先说说 大江跨界掺和汽车行业的背景 早在16年 大江就开始琢磨进军汽车这个行业了 那一年是啥光景呢 咱们先看大江最核心的无人机业务 那一年 大江已经成了当之无愧的行业老大 在消费无人机领域 大江不光牢牢占据了全球85%的市场份额 还推出了可以实现人物追踪和自动避障功能的精灵4 把无人机行业带入了机器视觉时代 在无人机延伸出去的影视航拍和农业职保领域 大江也是开局级巅峰 牢牢占据行业第一的同时 前景也是一片大好 除了业务和钱 大江还在囤积专利 像飞行控制 导航 电机 电控 这些传统优势就不说了 大江当时主要是在光学传感器这块下功夫 快把松下 索尼 富士和奥林巴斯的墙角都挖塌了 总的来说 这个时候的大江 已经是个要长线有科技 要性格有科技 要啥都有科技的独角兽了 反正在像我这样的吃瓜群众看来 那会儿的大江正是春风得意 意气风发的好时候 但在大江自己这儿看 公司却已经到了一个天花板 这个天花板是啥呢 就是基于多轴无人机的技术和应用场景 已经没有任何想象力了 当时大江技术总监 主导了精灵4无人机研发的杨硕 在精灵4发布以后就说 多悬疑的控制和智能导航相关的技术 已经不再有开创性的研究问题需要被探索了 虽然这个观点出自个人之口 但大江的创始人汪涛早就默默认同了 那么下一个业务到底在哪呢 大江的选择是汽车领域里的智能驾驶 至于为什么 我觉得很好理解 首先 汽车产业本身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很长一段时间 也仍然会是一个相对比较赚钱的买卖 毕竟这东西的价格在这摆着呢 而且在未来 汽车的普及率只会越来越高 这个市场还是会有一些机会的 其次 不管是自动驾驶还是高级辅助驾驶 他们的根本目标 都是解放驾驶员的时间和精力 减少甚至消除交通事故带来的伤亡 从前景和实用的角度看 这都是一个值得的投入方向 最后 智能驾驶是大江最适合 也最容易转型的一个领域 因为智能驾驶需要的导航 定位 视觉算法 还有传感器的设计和生产这些技术 大江不仅有 而且都做得很不错 就这样 大江转到汽车制驾领域 也就是十分丝滑了 但与此同时 大江的短板也非常明显 主要有两点 首先 大江跟汽车行业并不熟 虽说在技术上有相通的地方 但是大江自成立以来 就没有以任何形式 和任何汽车品牌 或是供应商打不交道 这个圈子啥调性 啥风气 大江是完全不知道 都得从头开始摸 其次 大江很穷 说到这儿 你肯定会说 不对呀 前面4% 你不都一直在说大江有钱 偶偶有钱吗 怎么到这儿又说他穷 有没有准谱 这不是我没谱 主要是 有钱没钱这事 你要看跟谁比 放无人机领域 大江那真是土豪死了 闭眼花不完那种 可放在车圈 那真的就不够看了 而且你看汪涛 那是个想听资本叨叨的主吗 感觉他就是不想跟资本牵扯太深 才这么抵触上市的 而不上市 也就导致大江不能公开募资 然后继续没钱 直接笔还了 说了这么多 其实就一句话 当时的大江 放在车圈 就是个穷鬼 但是不管穷不穷 置价这事 该整还是要整的 所以大江从飞控 视觉部门 临时抽调了一些人 在16年成立了大江车载 负责人 就是开头提到的沈少杰 大江车载成立以后 具体干了什么呢 如果按照阶段划分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6到19年 啥都试试 第二阶段 19到23年 结缘大众 第三阶段 23年至今 业务独立 咱们先说第一阶段 也就是从16到19这几年 要说这几年 大江都干了啥 那就是啥都干了 又啥都没干 他干了的有啥呢 第一 大江同时研究了L2和L4 这两条路的可能性 对应的商业场景 就是做车企的自驾供应商 或者是类似百度 萝卜自驾 他们那种无人出租车 在我们的印象里 可能觉得L4比L2要更高级 L4如果搞得差不多 就可以轻松降级到L2 但实际上 他俩的商业化流程 需要面对的问题 不能说不太一样 也可以说是毫不相关 L4围绕的核心 是基于无人驾驶场景下的盈利 而L2围绕的核心 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 有竞争力的供应商 让车企愿意买单 当然了 和L2相比 L4的饼的确更大 吸引力也更大 但资金的要求也更多 就这一条 大江就可以pass了 因为的确没钱 所以大江就走上了L2这条路 第二 除了搞支架 大江也研究过自己要不要造车 17年底 大江给瑞典超跑品牌 科尼赛格投了2000万美元 换来了14.89%的股权 和一个董事席位 并且打算用自己在深圳的工厂 给科尼赛格生产碳纤维零件 虽然科尼赛格定位是超跑 车卖的也挺老贵 但这个牌子已经半死不活好久了 2000万美元看着挺多 但作为大江入门造车的学费 这已经是骨折件了 可没用多久 大江就发现 造车这事 好像跟自己也没啥缘分 虽然理由大江没说 但是我猜 还是跟没钱有很大关系 第三 大江明确了激光雷达 在制价里的角色 19年 大江内部孵化了一家 叫蓝沃科技的公司 专做激光雷达 你没看错 大江到底怎么掺和造车的事 还没整明白呢 激光雷达就先做出来了 但他这么干是图啥呢 挣钱呗 大江不光无人机产品 需要测绘用的激光雷达 那会车载的激光雷达 因为搞制价的公司特别多 所以特别好卖 大江的车载激光雷达 因为性价比高 还差点被小鹏P5选中 但最后为啥没成呢 因为大江的激光雷达 太格色 使用的是双斜型棱镜的扫描方式 而不是车企和同行 普遍熟悉的机械式 谁用了大江的激光雷达 就还得额外花精力和算力 去匹配它这个格色的扫描方式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啥呢 就是大江自家的车载激光雷达 一个都没卖出去 但通过这件事 大江也敲定了自家 自驾方案的解题思路 那就是双目视觉加惯性导航 也就是大江技术储备最充分 并且相应的光学传感器 和贯导单元硬件 都可以完全自产的方案 再结合大江明确了自己不造车 更专注L2 而不是L4级自动驾驶 这两个选择 到19年 大江算是想好了 自己在车圈要怎么玩了 也就是要做自驾供应商 把自己卖给车企 从19年开始 大江进入了第二阶段 启用了大江车仔这个品牌 开始和车企们搜手 在搜手的过程中 大江发现 这碗饭吃起来是真费劲 那么到底啥费劲 又费劲在哪呢 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方面 是大江的脾气 可能确实不太好 你就想吧 一个自打入职 第一天就干假方的 还是特牛逼那种假方 有一天突然变乙方了 他要是能无份切换就怪了 另一方面 车企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慷慨 对车企来说 他们和供应商的关系非常微妙 就是既要又怕 希望供应商给到的东西 又便宜又好用的同时 又不想让供应商 轻易拿走自己的数据 主打一个相爱相杀 相互折磨 就这么跟一众车企 极限拉扯 各种暧昧之后 大江最后和大众 抽对眼了 根据大江自己 和媒体采访 爆出来的信息看 大江应该是从18年底 就作为NJ竞标方之一 参与了大众下一代 全平台智能驾驶 和高级辅助驾驶 解决方案的竞争 并且在激烈的竞标以后 被大众选中 为啥大众会选大江呢 我个人觉得 两家需求确实匹配 大众是啥需求呢 作为一个百年老店 传统车企 他家是全球研发 全球卖车 这么一个老牌车企 很多时候要的 甚至不是爆款 而是球本 大江又是啥需求呢 作为一个有技术 有硬件 有实力的年轻牌子 他需要一个有牌面 并且尊重他的车企 从大江车载业务 对外的自理行间 就可以发现 大众应该是跟他很合拍 因为大江不止一次 在公开场合感谢过大众 毕竟 大众这一单不仅规模大 包括了大众中国 未来所有的电车和油车 而且在车规这块 非常严格 要求能同时满足 中 欧 美 3D严格的工程和安全标准 相当于是帮大江 在行业里打了个底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 在拿下大众以后 大江就跟打通关了一样 先后跟上汽通用50 一汽 东风 奇瑞 建立了合作关系 到今年 大江跟比亚迪也谈得差不多了 估计过不了多久就要官宣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 作为一个跨界来到车圈的外行 大江为啥会受到车企的青睐呢 我们一层一层来看 先说技术层面 总结成一个词就是 后继勃发 就拿大江车载业务负责人 沈少杰来说吧 他也是李泽湘的学生 比汪涛小 跟汪涛是正经的同门师兄弟 他直到今天 仍然是港科大电子和计算机工程系 副教授 港科大空中机器人小组负责人 我们在大江车载上看到的核心技术 多传感器融合下的视觉贯导 其实就是沈少杰 自15年左右就开始专注研究的 一种机器人自动化控制解决方案 并且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领先水平 李泽湘 汪涛 还有沈少杰的这层关系 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大江在做车载的时候 那么不着急 那么沉得住气 因为他们接受的是 同一个教育体系的训练 对技术如何转化成商业 也有相同的取向和选择 然后是产品力层面 总结成一个词就是 实惠 大江的支架方案 不管是哪个能力级别的 价格都低到感人 比如他给武林宏光宝骏提供的 双目换导方案 成本也就5000块钱 配套的车 售价也就是10万 但是这个低成本 不是靠牺牲利润实现的 而是靠抠门抠出来的 比如传感器 光学摄像头 激光雷达 相控毫米波雷达 大江都是自研自产 这不就省下了好多钱吗 此外 大江非常擅长压榨处理器的算力 就是用便宜的芯片 实现够用的性能 这不就又省了不少钱吗 再之后是策略层面 总结成一个词 就是简单 大江的方案里 最基础也最便宜的 就是双目贯导 外加5颗车身摄像头 在这个基础之上 如果想拓展能力 摄像头 毫米波雷达 激光雷达都能加 因为传感器也都是大江自己的 所以信息融合和输出这块 也都不需要再做额外的适配了 此外 大江的方案不碰芯片 也不挑芯片 主机厂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芯片 从工程的角度上说 大江的方案就是极差极用 总的来说 大江用了6年时间 不光实现了跨界 而且从现在看 还跨的挺成功 那么大江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或者说 凭啥是大江能做成这件事 要知道 大江在这个圈子 既不算有钱的 也没有资本很杂的 大江更没有什么来自百度 特斯拉 这种行业领头羊 跳槽过来的灵魂大佬带队 那大江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我觉得 本质上 是大江工程师人才和文化 培养的成功 咱们先抛开那些 在大江工作的 在学术和专业领域 牛逼满满的大佬们 咱就说 在大江工作的普通工程师 光是大江车载团队 现在的规模 就已经达到了1000多人 这里面 研发工程师占了70% 更神奇的是 他们的绝大多数 都不是从同行那儿挖过来的 而是来自大江无人机 和其他行业团队的抽调 在结合大江传统业务里 几千人规模的工程师团队 大江是一个拥有 强大人才储备的公司 可问题是 大江是从哪儿 搞来这么多人才的呢 这就要回到2014年 那一年 大江刚刚在消费无人机领域 展露头角 就收到了红杉资本 一笔几千万美元的投资 当红杉问汪涛 你打算拿这笔钱干什么的时候 汪涛提的其中一个要求 就是办比赛 啥比赛呢 就是这样的 两队的机器人 组团相互射击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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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弹打在机器人的得分区上才掉血 哪个队的所有机器人血槽都空了 哪个队就输了 这个比赛 叫Robo Masters机甲大师赛 从以5年第一届开始 已经坚持到了今天 光是大学生系列赛 总奖坚持就达到了300多万人民币 为了做好这个比赛 大江累计投入了N个小目标 亲自下场做编程机器人 在校园铺渠道不说 还用公司里的技术大牛来设计比赛 比如我们开头提到的 时任大江技术总监 主导了精灵4无人机研发的杨硕 他还是大江SDK的电机人 就这么个技术大牛 设计了整个比赛的架构 除了人力和财力上的巨大投入 为了吸引到年轻人 大江甚至花巨资 请日本的漫画公司 给这个比赛做了一个6集的动画片 就是正正经经一集20多分钟那种 这个动画 B站和腾讯上都有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 做得真挺不错的 汪涛在这个机甲大师赛上 如此舍得投入 如此上心 如果是为了挣钱的话 那这个比赛的投入禅出 大概就是大江最失败的项目了 没有之一 但如果从工程师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 大江可赚大了 我只是对机甲大师赛高校系列赛 这一条线的论坛和纪录片里的信息 做了简单的查阅 就发现 比如15年第一届比赛之后 就有20个参赛的同学 在毕业以后加入了大江 16年和17年 仅仅是入围了决赛圈的团队成员里 就有不止一个队长 后来加入了大江 除了大江的HR 可能没有人知道 到底有多少参加了比赛 或者是夏令营的学生 最后加入了大江 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光是这项比赛的夏令营 其他分项比赛 还有选拔赛 就已经让上千大学生 直接参与了由大江设计的课题 发现问题 理解问题 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 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 这些学生们 也完整地获得了一个 由大江精心设计的 使用大江的方法展开的 研发 工程 项目管理 等等技能的经验 更别说 还有上百万人 通过大江做的动画片 纪录片 知道了大江的比赛 他们中的一些人 可能就此记住了大江 发现了自己对机器人的兴趣 这也正是汪涛 办机甲大师赛的初衷 他希望用这个比赛 为国内输送大量靠谱的 工程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培养他们的思辨能力 甚至通过竞赛 打造全民偶像 发掘未来的发明家和企业家 看完上面我说的这些 你可能会觉得汪涛的大江真牛 但其实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他的导师 香港科技大学工程学院 中国机器人研究权威 李泽湘教授等一众学者 在30年前所做的一切的延续 92年 李泽湘教授辞去纽约大学的教职 加入刚成立的港科大 创办自动化技术研究中心 目的就是为了把硅谷成功的经验 也就是由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文化 顶尖学校的教育与科研投入 教授的双重角色 充足的风险资本 以及鼓励开放与合作的商业环境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 良性循环带回中国 在粤港澳做一个中国硅谷 正是因为有了李泽湘的发掘和培养 汪涛才早早开始了创业 在汪涛创业早期遇到困难的时候 也是李泽湘在资金和人才上的权力支持 才让大江能在09年的危机中化险为夷 但李泽湘教授最让人尊敬的是 他在大江的成功之后 并没有躺平退休 而是在学术领域和创业圈持续耕耘 培养出了更多像汪涛这样的创业者 和大江这样的技术公司 14年 李泽湘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终身教授 原美国贝尔实验室研究员 芯片专家高炳强教授 还有港科大终身教授 长江学院副院长 金融领域的低调大佬干杰 他们在东莞松山湖 创建了Export Park机器人基地 专门帮助优秀的创业者 孵化他们的项目 很多今天已经是非常知名的品牌 比如机器人制造商李群自动化 扫地机器人云京智能 船用电驱易动科技 仓储机器人海柔创新 他们都出自松山湖 因为这条线上的创业者 和创业项目太多了 我就不再举更多的例子了 但我想强调的一点是 你去看这些项目 就很容易发现 他们的模式非常相似 那就是以一个特别小 特别具体的需求 或者痛点为入口 拥有很高的技术门槛 且产品极其专注 更为特殊的是 这些企业从一开始 就着眼全球市场 甚至是先从海外市场做起 其实科研成功的商业化 在全球来看都是一个难题 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 很大一部分因素 就是它把两者融合得很好 那么这条路适用于中国吗 会不会水土土服 中国有这样的土壤吗 李泽湘 高炳强 甘杰 等一众科研工作者企业家 还有他们师门下一代一代的学生 用30年的努力 向世人证明了这条路 不仅在中国能走得通 而且还能走得很好 大江这个系列的稿子 最早其实源自我的认知偏差 从中美贸易摩擦开始 尤其是疫情之后 整个大环境就变得不太友善 制造业过得不咋地 科技公司也不好活 融资难 卡脖子 就是干啥都费尽这么个情况 但大江就有点平行世界的意思 不仅活得滋润 还越制裁 业务越多 收入越高 你看他的招聘 永远都是三四百个岗位的空缺 永远缺人 永远招不满 问题是 凭啥大江就能这样呢 通过五期对大江的梳理 我感觉我找到了答案 同时也对中国的科技类企业 还有未来他们的出路 有了一些更深的了解 我觉得大江的成功 本质上是中国工业化的发展 和人才培养的共同结果 正像我在前几趴里反复提到的 大江能够成功 或者说低空经济 在国内可以发展的火热 前提是由国家工业化体系 支撑下的卫星 通信 导航等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 这东西主要靠的还是综合国力 中国过去这几十年有啥变化 咱们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就不细说了 我想好好聊聊人才培养这事 我觉得人才培养的成果 离不开义务教育 高考和人才全球化的共同作用 先说义务教育 四年前 我陪李泰做富士康 河南工厂问题调研的时候才知道 那个时候 苹果手机的不少工序 就已经可以由黑灯工厂完成了 再加上外资制造业 与中国脱钩的这个背景下 不断从中国转移产能到印度越南 那个时候 很多人都在担心 中国的制造业是不是要完了 那么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一方面 低端制造业 还有高端制造业里一些边缘的工序 确实转走了 但另一方面 具有一定技术门槛的制造工序 不仅没有走 而且还因为需求增大 在华增加投资 扩大了产能 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 背后的原因就是 制造业是一个运转精密的体系 制造的东西越复杂 附加值越高 那么它对背后的工人 管理者 上下游供应商 还有工厂所在地的物流水平的要求就越高 在这个体系里 合格的管理者并不难找 管理工具或者是工作流程也并不难搞 甚至物流效率差一些 也可以接受 但最难找的 是充斥在整个体系里的 大量的受教育基层工作者 比如工厂里一个管物料的基础岗位 干这活的人 得听得懂一些专业名称吧 得高低认识几个英文单词吧 得会用office吧 得会算个基本的加减法吧 还要有点责任心吧 对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 你可能会觉得 这有啥难的 高中毕业就足足够啊 但对很多号称有潜力 替代中国的国家来说 光是这一件事 少说十年之内追不上 去年陪李泰去墨西哥 做考察的时候 我们就和当地 类似富士康的代工厂的 一个华人管理者聊过 因为他们公司在荷兰 墨西哥 泰国 马来西亚 中国 苏州 都有厂子 所以比较起来很直观 他就说 像墨西哥和泰国的厂子 除了完全不用脑子的岗位 好招人以外 稍微要点知识的基层岗位 招人就特费劲 都不是说单纯的能力水平差 就是感觉那儿的人 就不愿意学 不想干活 人也待不住 他们也不是没有考虑过 印度和越南 但结论是 哪怕苏州的厂子关了 只要泰国和马来西亚 还能扛得住 这俩地方就绝对不碰 他供职的这家美国公司 不是唯一一个 这么想的外企 也不是唯一一个 这么想的行业 然后咱再说高考 不管你觉得高考 有多少缺点和不足 我觉得 直到今天 他仍然还是 最不坏的一种选拔制度 是保持阶层流动的底线 咱就说李泽香 汪涛 沈少杰 这三个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人 命运转折的开始 都是高考 这里需要补充一句 李泽香教授 就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 是不是挺感慨的 第三 就是人才全球化 不可否认 现在是个全球化的时代 人才的构成也需要全球化 这样大家在一起 交流 才有所比较 才知道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就像咱写论文 学术史回顾 肯定都是重中之重 了解别人在做什么 已经做到了什么程度 才能更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长处和不足 从而才能准确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 然后就是走出去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什么样 我特别喜欢一个叫周易军的记者 他就讲过 一个人如何建立起世界观呢 光看地图是没用的 你得真去过那个地方 知道它是高原还是平原 当地人是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价值观是什么 只有亲眼看到 你才不会俯视或仰视 而是平视这个地方和它的一切 那么当我们用全球化视野看待大疆们的时候 我们就能发现 他们的成功是基于过去30年持续的开放 国人对知识的渴望与重视 还有举国重视制造业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与此同时 他们的成功也反映了中国科技企业在基础和广度上的不足 从高端制造业GDP占比的角度说 今天的中国还远没有达到日本30年前的水平 按照李泽香教授的说法 光是想要追凭日本在机器人领域的成就 中国就需要最少4000个汪涛 更别说日本光是机器人 也已经搞了四五十年 才算是和欧美打了个平手 在更基础的科学领域 中国更还是差得远 咱们就说大疆做的这些东西啊 无人机 光学传感器 车载电脑这些 他们需要的芯片 以及在设计阶段用到的各种软件 比如用于机械仿真的Solidworks EDA类芯片设计工具 光学设计类软件 像Light Tools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完完全全 掌握在西方工业强国手里 就连亚洲工业天花板日本 在这方面都是毫无还手之力 毕竟老牌工业国的积累 是自第二次工业革命就开始的 人家一百多快两百年的积累 啥弯道超车都不好使 只能老老实实一点点追 慢慢的缩小差距 等待下一个窗口期 如今 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已经悄然发生 例如人工智能 生物科技 这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 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 显然 未来以来 前途未远 那么作为个人 我们应该怎么努力去适应这个变化呢 我觉得 可以参考时任大疆技术总监的杨硕 他在完成机甲大师赛的搭建以后 于18年离开了大疆 到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机器人学院 攻读机械工程和机器人学的博士学位 23年7月 他学业结束后 加盟了特斯拉人型机器人团队 我想说的 不是他的选择 而是他作为一个 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优秀人才 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 谁知道他会不会成为 10年 20年以后的下一个李泽香呢 所以 啥都别说了 好好学习吧 然后好好挣钱吧 挣钱不丢人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还请关注并一键三连